马股Q3财报来袭 第一枪喜忧参半 保险轮平第三季净利涨23% 两家电子科技受益萎缩 产托三季净利下挫 是否意味着三季度财报月冷 马股很难再吵起来 点个订阅我们一起来看详情 轮平LPI8621 主板金融股继续得益于 普显业务的较高贡献 推动2023财年第三季净利 按年大涨22.96% 至9736万8千令吉 轮平向马交所报备 截至9月秒的营收录的 4亿9840万令吉 相比去年同期的 4亿3404万6千令吉 按年增长14.83% 公司在文告中指出 当即表现出色 主要是投资收入的增长 提振普显业务 按年上扬10.3% 录得1亿190万令吉 首9个月来看 公司净赚2亿3514万6千令吉 年增19% 营收也较去年同期上扬了 13.53% 报14亿2406万3千令吉 同时 公司的净股本回酬率达10.9% 优于去年的9.2% 以总保费而论 沦平累计9个月的总保费收入 按年增长6.5%至13亿3910万令吉 主要归功于大部分保险类别 均录的可换增长 然而 索赔数量的增加 尤其是活险和医疗方面 让公司的净索赔率 从去年同期的44.8% 升至46.2% 这也导致其综合比率 从之前的74.1% 提高至77.6% 保险服务业绩则下跌 5.7%至2亿1260万令吉 展望未来 公司将继续通过 持续的数字化转型 追求盈利增长和提高运营效率 尽管宏观环境充满挑战 公司仍将继续审慎执行其战略举措 已在2023财年实现永续增长 第三季赚515万亚天产托派息1.7仙 亚天产托ATRIUM5130 主板产托股2023财年第三季净利 年跌4.13%至514万8千令吉 并派发每股1.7仙股息 该产托周二向马交所报备 截至9月秒的第三季营业额 录得985万4千令吉 年增3.30% 累计首9个月 该产托净赚1592万9千令吉 年跌2.32% 营业额达2957万9千令吉 年增3.55% 根据文告 营收增长主要归功于租金率上升 以及本季度没有免租金摊销调整 然而由于管理费用 受托人费用和融资成本有所增加 使信托基金费用随之增加 导致净利下跌 至于该产托宣布派发每股1.70仙 将于11月8日除权 并于11月30日派发 亚天产托报1.400几 涨一仙或0.72% 成交量达9万8千股 冬裔电子第三季净利跌25% 吉隆坡24日讯 由于客户净货量下滑 冬裔电子 Gronic 7022 主板科技股2023财年 第三季净利年跌25.43% 至953万1千令吉 该公司周二向马交所报备 截至9月秒的末季营业额 录得3463万令吉 按年减少了25.23% 累计首9个月 该公司净赚1,990万9千令吉 萎缩40.42% 营业额达9,927万1千令吉 年跌27.54% 根据文告 营收和净利下跌 主要归因于公司部分客户 净货量下滑 由于成本增加 而客户需求又疲软 冬裔电子认为 本财年盈利表现仍会继续下跌 不过 该公司仍致力于创新 来推动增长和盈利 冬裔电子报1.400令吉 吴启洛 成交量达403,400股 半导体收入减前沿科技净利 降23% 吉隆坡24日讯 由于税务增加和来自半导体领域的收入减少 前沿科技 Frontkin 0128主板科技股2023财政年第三季 截至9月底经历 按年萎缩23%至2675万令吉 该公司的第三季营收则按年微跌0.78% 至1亿3352万令吉 在前9个月 前沿科技累计净赚8224万令吉 按年下滑11.99% 而营收则按年减少3.47% 至3亿6866万令吉 前沿科技称 由于台湾子公司发放的股息 在当季造成了金额更高的预扣税 因而净利下滑 同期营收微跌近1% 部分原因是半导体领域的客户需求下降 导致其台湾和大马子公司收入减少 半导体两家净利下滑 但是科技板块却起了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三季报最大的机会会是哪个行业呢 欢迎留言讨论 有钱一起赚